脑瘫患者能够快速贪富,植物人能复苏,龙雅人能讲话,这些连现代医学技术都很难破解的专业难题,有人却高调宣称自己行,只要一个眼神就能医治百病。 功效神奇,前段时间江苏泰州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所谓的大师。 今年22岁的江苏泰州小伙小鱼从小患又脑胎,多年来一直四处求医,始终没见任何效果。 前不久,小鱼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叫邱汉民的所谓女大师,她自称是全球眼神催眠的创始人,能够把宇宙能量瞬间植入人体医治百病。 小鱼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入了女大师的群,这新的邱汉民很快给小鱼发来了很多现场治愈患者的小视频,受害人与谋。 当时她给我看的那个视频里面,有个哑巴本来不能说话,后来能说话了,经过她的,我就被这个视频打动了。 当时相信她,因为我感觉她说得很真啊,在所谓女大师的下职五人也能当场复苏,看到她提供了一个个现场,治愈患者的真实案例。 久病不遇的小鱼对此深信不疑,按照约定的时间,小鱼在上缴弹了六千块钱的费后,只身前往上海进行所谓的眼神催眠。 受害人与谋,她把我带到房间里面去,里面有两个助手,然后她先是眼睛盯着我看,看了大概三十秒左右,就是说这个催眠的过程。 后来她两个助手,就把我抬到两个椅子中间,投在一个椅子上,脚在一个椅子上,她站在我肚子上面,大概两三秒的样子,然后她就跳下来了,你有什么感觉吗? 这个时候感觉自己的身体比较坚硬,第一次去上海并没有什么疗效。 接着这位所谓女大师告诉小鱼,她的病是先贴心的,又想产生效果,彻底治愈,必须要增加疗程。 小鱼又给她转去了一万三千九百块钱,去上海接受了影子特别的单独。 女大师说,我可以断气,但是绝对不可以放弃,不要动不动叫你喊一下,就放弃放弃。 你再这样我就懒得救你了,你就是一个烂人,你要是那你扶不上墙,我就不管你了,知道吗? 我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经过多次,小鱼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这才意识到是一场骗局。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小鱼,受骗的患者众多,他们来自全国多个省市。 在这个所谓女大师的背后,还有一个成员众多,分工明确的团伙。 那么,他们是如何行骗的呢? 记者发现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这片团伙在前期做足了功夫。 他们首先将邱汉民包装成一个具有超强宇宙能量的大师,开着法拉绿跑车,入住高级酒店。 在假冒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邱汉民进行专榜。 对邱汉民的超强能力进行吹噓和无限放大,然后在网络上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 还不定期的让这位所谓的大师举报各种讲课活动,不请一些人充当本司进行疯狂的追随,制造轰动效应。 对邱大师的包装完成之后,诈骗团伙开始吹徐邱大师的致病疗效。 他们会顾请一些人当托进行现场说法,并制作成视频蒙片公众,进行包装和铺垫之后。 诈骗团伙建立了许多群,通过在群中散发大量的虚假视频蒙片患者,以此拉人头做营销。 一旦有患者上当,团伙成员便会成绩索要各种费。 这些所谓的听客和催眠费用也高得离谱。 在群里面听客是298元,到听客现场去买门票是888元。 如果激进催眠的话,每人收取2980元。 需要单独催眠的,一对一的普通催眠价格是12980元。 据了解,全国各地上当受骗的患者有近千人,被骗资金已经超过500万元。 许多贫困家庭为了给亲属治病,也将地上当受骗。 警方发现,诈骗团伙之所以屡屡得手,主要是看准了患者病急论投医,急于治病的心理。 警方查明,这个名叫邱汉明的所谓大师,这名叫邱翠云,在上海市注册成了一家网络传媒公司。 警方随即对其身边关系人展开进一步摸牌,并很快锁定了与该案相关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江苏省泰中市公安局海林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高翔,他们公司总共团伙成员大概有30多名。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专案组又获取了一个信息,也就是在5月的29号、30号,该公司,也就是以邱翠云为首的犯罪集团将要在昆山的围警国际大酒店举办对外发布会,也就是所谓的讲课会。 为了将该诈骗团伙成员一网打尽,泰州警方调集160多名警力,对正在昆山某酒店那行边的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经现场查证核时,警方当场抓获,是案犯罪嫌疑人22名,仅当天现场就发现受害人40多名。 警方排查时,用来给邱翠云做宣传的致病案例和所谓的中央电视台、凤凰网、腾讯等媒体专榜,都是专门造的假。 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高翔,他这些视频一部分是由他的员工自行拍摄的,散布到网上。 另外一部分是花了十几万,通过一些自媒体或者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拍摄散布在网上或者群里面。 为了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之前照片团伙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吹嘘纠罕民通过催眠让山东的一名某亚人开口说话。 本案人员前往山东荣城,找到了视频中的当事人吕某。 本案人员,你当时怎么想的,觉得有没有效果? 当事人,言语翻译,没有效果,应当是上当受骗了。 受害人的姐姐说,他们曾经两次前往上海找邱汉民治病,没想到被邱汉民利用了。 他的妹妹当时并没有开口说话,是邱汉民身边的人起哄说妹妹开口说话了,并把她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完全是一场骗局,自我包装招摇撞骗迷惑患者,记者了解到,假片团伙的头目,能输会到的假大师邱翠云。 实际上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 那么她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具有超能量的大师? 让众多人屈尊若鹜呢? 邱翠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今年45岁的邱翠云来自湖北恩施农村,几年前往江苏打工,曾经搬过砖,买过货,租过销售员,辛苦打拼的剪歇。 颇有顺劲心的邱翠云,贫乏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提升自己的生存技能。 在生活上逐步出现起色之后,邱翠云的婚姻却遭遇了不幸,先后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 耐心多次受伤的她,曾为此安安发誓,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犯罪嫌疑人邱翠云,其实一开始我不是讲催眠的,我一开始就是从几年前被老公抛弃以后,我自己就背着我的小儿子,每天从早上四点钟到晚上十一点钟,拼命的工作,赚钱要养活三个儿子。 邱翠云有一个特长,就是能说会到,曾经加入过传销组织,为了达到自己快速出人头地的目的,她选择了走极端。 从2016年开始,邱翠云开始招摇撞骗,宣称自己能够通过眼神,瞬间将宇宙的能量植入人体内部。 包人治病,邱翠云随后开始游走全国各地,四处宣讲推销自己。 随着受骗的人越来越多,邱翠云在社会上捂塞了三十多名闲散人员,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照片团伙。 通过网络宣传自己,迷惑患者,疯狂的敛财,邱翠云为自己的每一场活动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泰州市公安局海民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高翔,授课之前他会有灯光、音响,包括背景都设计得很好,同时播放一些视频来迷惑人。 在讲课之前,他会给受害者一些心理暗示,同时让他对员工在下面煽风点火,添油加醋,以此来迷惑更多的当事人。 目前求翠云团阔,以涉嫌诈骗被警方抓获,警方提醒,这些所谓的超能量、超能力,都是明显有被自然科学和医学原理的,是精心编织的骗局。 患病的病人和家属,切不可谓了急于治病,而掉进了骗子的陷阱。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